大家好 李今天要教大家就是要怎麼綁下擺 有一些人就是希望他的下擺就是 他的表面不要有線 那一般常會用在說 像西裝褲 西裝褲的話他就是 下擺他是用縫 用縫的 那應該怎麼講 那叫千鳥縫 那李現在就要教大家就是 要如何鎖縫 那一樣線就是 線頭要藏在衣服裡面 好 出來一針之後呢 然後你就往 往布這裡 縫一針 然後拉線的時候不要拉太緊 我剛剛拉太緊了 然後往旁邊再縫一針 好 那現在來囉 現在重點就是 呃 我們在縫 縫這裡的時候是 挑一根沙起來 挑一根沙起來縫 這樣你的表面才不會看到有線的那個痕跡 然後再往旁邊一針 就是縫一個三角形出來 然後拉線的時候不要拉太緊 然後至於你縫的那個距要多少呢 呃 看你自己啊 如果你自己要穿的話 你可以 我 像我這樣子縫就有點太大針 如果說你自己要縫的話 就大概一公分的距離這樣 那我之前幫人家手縫的時候 呃 就是看個人拉 我那時候的師傅 是說 要縫大針一點 他覺得縫得太密這樣很奇怪 但是根據我自己這樣子穿的話 我會覺得 要縫密一點比較好 因為 像我們那個 褲 褲孔那裡 你就是像我這樣子用縫的話 然後如果說你腳有指甲的話 你縫太大針的話 你的那個 腳穿過去的時候 指甲會去勾到 勾到這個線 所以我會覺得 應該要縫密一點會比較好 那 記得這邊 就是勾一根沙起來 然後這樣縫 縫一個三角形 然後縫好 翻過去 對 你會看到我的面 就是沒有線的這個痕跡 這樣子縫的話 才是對的 好 那你就交到這裡 然後自己的話 可以試試看 謝謝囉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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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